四處定規台會 第二十處會議 最好議定是我們的市政總結束 議員結束的順序 由到我們的詹伯仔議員 副所求金議員 李昆宏議員 每人結束時間五十分鐘 首先由到我們的曾平亞議員 做到市政總結束時間五十分鐘 鄭議員 請 感謝議長 市長 以及我們今天的我們市府的一級團隊 今天是本市的五十分的總結 市長 鄭議員 以前 至於我們 今天我的總執行 我在說 我們台南市 你的民調還是維持幸福大調查 2016年縣市幸福大調查 你的市政滿意度都是全國第一的 全國第一的 甚至你到任何地方 我看到大家都 哪像總統講 我要跟總統照相 就像以前的馬總統這樣子 但是你比他更 讓人感覺更親切 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在市政滿意度 你是六都之首 但是我們再說一次 再說起來 在看 我們的競爭力 經濟力 環境力 市政力 文教力 社福力 還有第二名 第四名 尤其是我們的社福力 是第六名 我在想 我一直在說 為什麼市長的滿意度 市政滿意度那麼高 為什麼我們六都 所有的競爭力 競爭力 沒有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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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個的時候 市長 我們以經濟的經濟 我們來講就對了 一個聲音 經濟要好 才會穩定 是不是這樣 是 所以我在想說 我們的經濟力 我們的台南市 我們一直引以為傲 歷史文化 有錢人買不到的 就是在我們台南市 我們不要說 尤其是我們的小吃美食 是雖然很小 但是相義國際 沒有人對得到 我看觀光客到這裡 也是為了我們的美食來 為了我們的歷史 為了我們的文化而來 我們在這個經濟 這個區塊 我想我們的各區 都有發展 像阿朗區的歷史博物館 班舊村 尤其你很遠見 把台南那個 我們奇美博物館 也 是你的環境之下 讓那個奇美博物館的產生 你看看 對一個沒來 沒有比人更壞 晚上你還要學生 比黑酒更漂亮 這點是我 引以為傲 也覺得你環境是 大家看得到 那再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如果 以我當局來說 我就在想 你的我的小忌憚 我當時從我這時候 從你認清市長的時候 我認 也算認清我們 白白動選的中間 小忌憚那時候 從喜天才市長 一定在東區 但是某種因素 某種考量的時候 他也要靠 各地的特定區 有多工人會館 市長也承諾這一點 那來呢 我都想想說 那我們沙輪的綠人產業 也在於此了 那還有三個大學 那尤其是 李安 我們台南市英雄的李安 我們的林前驗展 也說 未來一定確定 在我們台南市的國際影城 沙輪農場 整個規劃 我都想想說 我們的業績有 借有 我們的業績 應貸 大家都有 為甚麼 我們的經濟 經濟的 會在第四名 市長你能夠說給我聽一下嗎 好 那個 謝謝張議員 我們先說社福利 社福利其實 沒有我現在說經濟利 你先從經濟利說好 因為社福利其實是跟金有關係 就是說 我們作為社會福利的促使 但南市 原市學平台沒有多久 所以我們的經費 基本上跟其他比較不比 是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的舉債已經夠大點了 但是我們這幾年來也做很多 我知道市長你這幾年做很多 我也有看到 包括說 但是我想應該可以做更多 包括我們增加老人關懷據點 包括六十五以上的長輩 免費租 這幾年 會沿煉求聚 其實這塊是我在安裝 我比較不用問 你就回答我這個經濟利 這個奇怪 好嗎 經濟利是這個樣子 我當然知道這個有相關聯 經濟利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你這是天下雜誌的調查 沒錯 沒錯 但是那個經濟利 應該像我們八九不離十 對 但是遠見雜誌的經濟利調查 我們是第一 就是六都我們是第一 因為指標不一樣 喔 是指標 六都只一嗎 對對對 你怎麼知道很多人台南市 我說要吃頭路 所以不是很高的 沒有錯 因為遠見雜誌 因為以調查的指標就不一樣 好 那市長如果你說是第一 沒關係 我說第一 沒關係 我們是不是在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天下雜誌的經濟利調查 是第四 你剛剛的資料是第四 對我剛剛的資料是第四 我現在要跟你說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指標不一樣 那第二個呢 因為我們台南市 就是我說的 雖然說 我們正反而很快 文化太多 但是 因為我們打合併 因為台北高雄 他們都合併很久了 他們都生氣很久了 直轄市都很久了 那麼 台東館市 甚至途方市 其實他們的條件都不錯 我知道 但是台南市政府 我們還繼續打招 好 市長 台南市政府我先打招 那我再問你說 在經濟這一個區塊 尤其我最關心的 多功能會館 有小巨蛋的牽移 我也不是組織的議員 只要可以發展台南市 不一定要去黨區 不然我說這幾個黨區議員 黨區的市民 覺得議員 你是黨區選款 怎麼沒有委員選出 但是我覺得一個議員 跟市長一樣 也要有大格局 因為我們要選台南市的好 所以在這個功能會館 這個區塊裡面 你以前就要簽 你兩黨 二十一 你兩黨裡面 當時可以 那個二十一 是經濟部全額補助 全額補助 我們當時要當 這次已經都 是幾個而已 沒有 就是說大概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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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就可以完成 完成 我可以當黨工 我可以當黨工 你當工啦 因為小馬公路 也是記在那裡 我重點就是要你當工 因為我對你的期許很大 因為未來 不管你基高一等 你未來 不管大家 我講 或是別的縣市 在議事 沒有人在說 你能夠做總統 你能夠做 只有我們台南市 賴慶德 被所有的議員說 你未來的總統之位 我也希望說 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 台南市也很驕傲 雖然你出生在台北市 但是你也是台南市在培 在培出來市長 我想說 我想說台南市民 一樣一樣 都沒有這種農藥 那在於說市長 你經常說 社會利益相關的時候 我要先說 一個經濟的社區 要好 也要有一個大環境 那在大環境裡面 是我所調查的時候 因為環境 我們居於 我這邊是市長 那市長 不管你在說 我們的調查 眼見或是天下 他地底地底 我們不討論數字 我是說 我們整個 經濟的社區 埋一個大環境的時候 我在說 環境力這裡 因為我調查的時候 問的時候 人家說 或許大家都說 這是小尖兵一種而已 但是你知道嗎 公共飲食有使用率 你看 台北市三十一 台北市三十一 湯七十一 台中市市 高雄市買到八 我們台南市五點幾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交通不便 是不是我們整個大環境 沒有辦法 可以感覺有舒服感 可以感覺方便感 這一點 那我自己 我的時候 我們的公共使用率 我想市長 你看板上也看到 我這圖党已經有看到 我們要的就是討論 我們要的就是總檢討 我們要的就是未來的改進 那你我們的 市長 我們說真的 你以前有話說 你四年要弄 你三年要弄四億的經費 給我們台南市提供 做得很好 是不是 是 是 那你在那十七件計畫裡面的時候 分三年投入四億 你說一百零五年 你要設五十多點 一百零一百點 一百零七年 兩百點 市長 這一百零七年 就是你的任期裡面結束嘛 是 所以你再說 很完整的價位 很完整的價位 你比較想 這是你所說的政策 那你我們在那個 公共飲食使用率裡面 六都我們是同壞的 那新北市呢 轉一下吧 新北市嗎 公共飲食使用率 是我們同壞的 你想 我們的六都 一百個 我們是天百個 台北市三百十三點 我們 新北市三一三 台北市二六六 高雄市一七三 台中市一一四 台南市 你議定的第一年 五十個點 我們竟然是十三個點 還有兩極觸喔 市長 我之前 因為我本身 在問責任 我不是在辭職 我不會給你們 但是 我們是要來檢討 要怎麼讓台南市更加進步 我想這是我們兩個 的政策 明代的責任 為民活捨 為民服事應該 但是整個台南市的經濟局 整個台南市的建設 我們都要 去關心 盡 盡可能落實的去推動 所以 在這裡看這點 我們的差人之意 我想我們還有看到 我還有 小型資料 一百年六二年 我們內政部雲建署的補助 也有這條金額 標示 來進步對我們台南市 你的政策的運動 感謝 是 所以才會破這個經費 這一點 好 那再來的時候 市長 這個政策 我希望說 雖然是一個 好事人的 有人的 覺得說 這個 自行車 有那麼重要嗎 我覺得非常重要 最後一理路 這很重要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你知道嗎 我看到科文做 都沒看到他的特色 我看到他的特色 就是騎腳踏車 沒有他講話都會出錯 就騎腳踏車 騎腳比較漂亮 那我覺得自行車 他雖然 大家都覺得 騎腳踏車而已 不重要 其實他對我們台南市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交通局 也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是 一個 台南市交通裡面的 最後一理路 是不是 這個 不管我們坐隔壁 坐接應 坐公車 去到處 我們騎腳踏車 方便點 去到處 尤其是我們台南市的美食 我們台南市的美食 都在香港來 這個是我的見解 是 那個張議員 我非常感謝你 因為 這次我們是 管制合併第六年 你每一年 總之順 都非常理性 在跟市政府指教 我相信 在你這種理性的指教裡面 台南市政府 一定會更打招 其實我也很希望說 議會和市府是這種活動 第二點 因為我們說到利 競爭利的利 因為這是一定牽涉到客觀指標 基礎建設 背後都是因為 經費的投入的問題 我還說 因為我不是在 台下接見 我做市長 我就是聖誕 但是我要讓議員知道 比如說 你所說的 公共運輸 雖然說 我們是百分之五點幾 但是在交通局長 局長的努力之下 我們是 加倍的 本來是2點多 將近3左右 我們現在是5點多 你所說的腳踏車的建設計畫 我們預計是 那是你的施政 我也希望你能進去 可以把施政的意志 跟我們台南市做個完美的社區 台北高雄因為他們有捷運 所以他們那個速度會比較 他們速度快 但是我們也差人意太多了 13和13 200幾個的批評 市長 你的見解 你可以接受 我們有天生不足的所在就是人 沒有 我們就加強打拼 加倍打拼 我們的加倍打拼 市長我自己要的就是這一點 尤其是你的施政報告 我每年都會檢視 為什麼 我希望你兩天離開台南市高升的時候 總是兩次了 不是台南市要管理照 我相信兩次的市長是不得不離開 那我想說 如果能幹你的旗艦計畫 還要整個施政 這六、八個年的施政 應該是七年為重 現在你的施政報告的時候 工作報告的 你一面的所有的計畫 能一一逐步的把台南市的美夢完成 你的價位完成 我會說 這樣 別人說人死老名 好死老婆 我想市長你一定 被人家更讚喜 也可以讓你台南市營養 這是一個重點 謝謝 來 這個 我們的看板出來 低底盤公車數 這個是數量的 你怎麼看一看 我們不用再做這一個的檢討 因為剛才已經說到我們 合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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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收的 我們的低底盤公車 不到十隻 現在到十四隻 這樣就是 譬如市長 你還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我要說 要更努力 還可以再進步的空間 我們繼續努力 市長 這個都是交通局張局長 跟中央 張局長 你不要再來回答 因為我後來時間有限 他去中央 爭取經費 也跟我們的客運公司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成長到九十四 我希望更有成長的空間 因為我們的公車 公共的使用率 我說不夠的地方 點線面還是不夠的完美 完善 市長 來 請接著 我在這裡 我們增加卵實力 以國際接軌 推動第二官方議員 市長 縣市關心下一代的教育比例 你自己看 你是 台南市 通關的 我們整六都 我們不要說二十一關市 六都裡面你是通關的 你是最高的 是不是 其實像我了解 我們台南市議會 對教育委員會非常關心 我相信也是 六都會第一 台南市議會 我說 為整個情境 為什麼我談這件事情 整個情境來的時候 是 我說台南市的校長就對了 齁 告訴啦 都比人家更優勢 是 有可能有時候 南部的孩子 齁 一般的市長 不是不是市長 一般的校長說市長就不對了 一般的校長應該比百貫市 我們南部比較優勢 為什麼 我們南部孩子 可以貼回 貼回環境 齁 因為大家都 經濟比較好嘛 齁 來討著孩子 那個所以 校長的努力度 應該是值得讚賞的啦 齁所以我們在教育裡面 可以這麼有名 也不是說 隨便口說的啦 那在這一點的時候 為什麼我談到這個問題呢 因為 我看到我們台南市 為了這個推動第二官方議員 在這段時間 我有問過 問哪有時候 我想說 能夠多落實 可以 情境教學 那時候我的上期都挺起來 可以情境教學 不要跟我們說 用虛幣 那是沒有記憶深刻 齁 是不是 我們去那裡會記的嘛 老師記得 我們黏著 那裡不會記的嘛 我們去那裡都記得住 黏著都記不住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曾經為了這個 我到我們 博外國小的國際英文村裡面 市長 我想 我看這裡 你看這裡都看得很明顯 都很明顯 很明顯 你看我們的第二 我們的飯店 我們的飯店就好了啦 那很容易啦 有什麼飯店 比以前的路線更不如 你看 這像飯店嗎 雖然只是一個情境 只是一個設備 但是我說 也要有感覺出來 有感覺出來 我們的機場呢 這像機場嗎 這是機場的客廳 雖然是機場什麼地方 我也看不太懂 都像一個 一個軟體的設備 是清清在炸的 本來 看到這個醫院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不用去飯店啦 應該去整台啦 應該去整台 我們去醫院 他們的時候 也是詢問 這個 你看沒有 這個醫院就覺得很奇怪 它為什麼這種設備呢 餐廳不像地下室的 餐廳什麼都不像 是不像 廁所呢 我們的朋友說 這是100年啊 一家人的設備 便室呢 我也去看 有一間有夠小 那裡那裡 幼稚園比較複製 有的也複製 那整個設備裡面的時候 我相比較 要怎麼推動 我們台南市的 第二官方議員呢 來請下一頁吧 因為 這是我們的實境 我們的學體 可是我有到那個 我所有網站查到 台北市有一個情境教學 我們來共同看一個 做一個舒遇一個 機長 你也注意看一下 教育機長 終於可以出國旅遊了 趕快趕快來 先來櫃台掛行李 現在呢 要先過安檢門 終於可以坐到位子上 好好休息了 可是怎麼有人在上課 我可以喝水嗎 可以喝水嗎 可以喝水嗎 機上內坐的不是旅客 而是老師和學生 正在練習英文對話 原來這裡是 新北市文盛國小的 英語情境教室 市長 市長 我們的設備是這樣 百貫市的設備是這樣 我都想說 什麼叫情境教學 是不是看到的 記憶深刻 看到的可以撈掉的 因為我為什麼 談到第二官方議員 一直這樣子的比較 因為我要想讓孩子 可以學習更多 可以英文的記憶 可以有國際 他接過 他有經驗 他有情境 他知道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 立特英文 我要怎麼對話 所以而且我們甚至有說 十年的 全選與辦公 所以我在想 也想說 我們的小孩子 英文學習 向下扎根 你說的 第二官方議員 就是 從小就開始練習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台南市 我對這點 有一個建議 我們台南市的英文村 只有一個地方 就不愛國小 我剛好給你看 那裡 來 我們行動英文村 也三台而已 在我們的新年 學家 不然 國小也有 那整個台南市 有200 空高的小學 那個局長 我們那個孩子 那個 2009個小學 有多少孩子 我們現在 有十幾萬的學生 十幾萬到哪 大概十二三萬 連國中 十二三萬 好 都跟國中 好 謝謝 那國小多少 我現在再說 國小2009所 國小的話 大概十萬左右 九萬多到十萬 沒關係齁 我是沒有念書 你不要告訴我 差不多 九萬六千萬 謝謝 謝謝 市長 因為我想說 二零九 200空高的小學 要幾十萬來的孩子 如果 像我們的 作備這樣 只有我們 就不像台南市 跟我們一個 普愛國小的話 你假設不定 兩年 國小比那 還沒到英文村去 是不是 我們要讓人家 感覺是一個口號 那也是一個口號 所以說 是不是 本身在建議 市長 我想說 因為現在未來 掃紙化 或是不是在你的任期 大家很快 掃紙化 那麼快 但是我想說 現在目前應該有 閒置的空間 應該有閒置的教室 是不是能夠在 情境教學這一點 讓孩子能夠 接照英文的環境 你認為這樣好 好 謝謝張議員 其實是這樣 情境教學的環境布置 我們可以來改善 不過因為 我們是不可能 建置每一個情境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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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環境上 那麼多的情境 我們是不可能 在教室裡面 我說情境不是要 我說的不是說 像你講的市長 你說的 不一定要 不是每個情境 但是至少上 我們比較積極的 你去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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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到尾 一定會出國嘛 對不對 你到某個地方 或是那種情境 應該有 教育子 來思考這個思維 對 就是說 我剛第一句話 幫你報告就是說 我們會來改善 那個 情境的這個狀況 對啦 更貼近事實 不過呢 是沒有辦法 那麼多 我知道 不可能 我們兩百零九首 校長你五個 我不是說兩百公交警 都要設 是 只要一個台南市 因為我們可能是 經費的問題 你看整個台南市 只有一個不愛國小 外觀區 用英語行動車 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 等我們不可以 我們現在的做法 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們這個 落實英語教育 讓英語成為台南市的 第二官方議員 沒錯 我們是一個配套 雖然張議員你看起來 覺得我們 國際行動英語車 只是散步 但是呢 我們國小的英語 已經落實到 一年級了 我知道 另外 我告訴你 我們要推動 英語實驗班 英語實驗學校 然後 讓那個 老師 也用英語去教 英語其他的科 這樣的話呢 才有辦法全面性 好 市長 你說我其實 你剛才講的回答我 這樣子全面性的英語 英語老師 英語教學 其實以前就有了 那我第二官方議員 沒有喔 有有有以前就有了 因為你說的 可能是從民國小 跟從民國小 不是不是那個是 我們以前國小就三年了 機長是不是 國小三年就開始學院門了 我們現在要國小一年了 要落實到 對我們落實一年啊 所以我們開始落實一年 是你的任期裡面開始落實的 明年開始 明年開始 明年才開始 現在是二年級 現在是二年級 之前是三年級 現在二年級 那未來我們還要更往下紮根 往下紮根 就像我所謂往下紮根 對 其實我說我要的就是說 做到這個 你也當時這個 英文 英文教學 而且未來的趨勢是全英文化 對 沒有全英文 全英文辦公嘛 是不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是覺得 不是只有 要學讀 思讀 我是覺得 情境教學 讓孩子更融入 這一個英語環境 可以更能夠吸收 而且更能夠接受 我是從這個趨勢來說 要增加這個 增加這種的英語春 沒有錯 沒有錯 我跟陳議員補充 我希望這樣 好 其實台南市政府已經和台南大學合作 因為台南大學是 沒關係 你們怎麼尋找任何資源都可以啊 不是 我們和台南大學是老師的搖籃嘛 那我們已經跟校長這邊有合作 就是說未來 希望他們能夠培養出 有能力用英語 教英語其他的科 好比說 這個物理 數學 化學 社會這款的老師 來之後 我們自然就會 有足夠的師資去推動 英語實驗班 甚至於英語實驗學校 那這樣的話呢 整個學校都有一個更好 更寬廣的環境 在使用英語 那這樣的話 英語才會成功 你說的我也有認同 你這個家人也是 我也認同 我要的 但是市長還是稍微淒解我的意思 我要的是什麼 不是要教而已 我也希望我們可以進入那個情境 這個我們會加強 進入情境孩子的國際觀客 比較會擴展 這個我們會加強 他也覺得我去一個地方 我學的東西很多 這一點是我 比較重視的這一點 是 情境教室 不是跟我說 中年你跟台南大學 所有大學 如果能夠找到適當 台南要設置情境教室 讓我們孩子都去學 也更好啊 讓我們孩子看到未來 從國際就看到大學怎麼不好 不是 我們不是把情境 情境的那個 英語的情境 喔 你是說人力 對 就是說 台南大學要培養出他們老師 因為因為是 教學生 以後是變老師嘛 好 市長 未來你的佛計畫 我就是一直強調說 我們的情境教學 環境非常重要 我希望在我這個提議之下 相比之下就對了 市長 我看如果所有的家長 知道這個信息的話 也給你學了 因為我們進入國際關了 我們的孩子學到更多 可以接英文 不是西培 這一點為重要 市長為這個方向而考量 人家說教育是百年大季 不要受經費 讓孩子可以看到未來 你都看到未來 小孩子也更應該看到未來 我們現在一年的預算 最多的局數就是教育處 教育處 因為孩子要做這個 因為孩子要做這個 這不是回本生意 這是教育的 投資下一代 對 我們投資下一代 來 市長 剛才你到社福利 我想大家 我們社福 我想我們社會 福利台南市 我 想 我也不覺得他很壞 我也不覺得他很壞 但是在於裡面 我們為什麼在六都之第六名 六都同拜 我們現在也要探討 你說的還是一樣 哪個雜資第幾名 那不重要 重點是在於 我一直在心裡想說 你來越老年化了 台南市 也有25萬人 社會市長 差不多比例 180多萬人 有20幾萬人的老人嗎 65萬以上 25萬 差不多5千 25萬 謝謝 市長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你會覺得 台南市到這個經費 可以蓋這個 到這個經費 做這個價位 但是一定必做 為什麼 我希望市長 你能夠對我台南市的領頭羊 因為看到報紙 電視在報的時候 每個縣市 台中 有名 台中、特洪 包括主力論、新北市 台北市都說 他們要做青年住宅 居住正義 我想 我們台南市 好像25萬老人 越來越多 那如果我們一個台南市 要有競爭力 你說的 有經濟力、競爭力 也要有 那個社福利 那如果我們都是老年化 未來的七世 沒有青年的話 我們整個台南市 你看 這樣到競爭力 沒有吧 但是我們知道 最現實的面 我們看到 你說 你問現在 我看個VCR一下 我們不要這麼嚴肅 我們大家各位高年 也看個VCR一下 跟父母根本不能比 舉例來說 41年次的羅媽媽 出社會當工地會計 月薪6千元 當年20坪公寓 150萬 後來擺麵攤 20年之後 買了一棟房子 但他的兒子 25歲 當里長助理 一個月領2萬5千塊 想在台中買一間三房住宅 要800萬 不吃不喝 卻要26年 才買得起 同樣的小公寓 在台北要價 1500萬 不吃不喝 要50年 才買得到 謝謝 市長 這個VCR 是有人看到北京 也有時候看輕鬆一下 不要跟我們兩個說話 不要跟我們這樣 很單調 在這個VCR裡面 我們看到年輕人的反應 如說 輸家嘛 在這個 如果中下階級之下的話 你看 他不是輸家嗎 什麼都沒有什麼 買不去 那我想再說 如果我們的青年住宅 因為我們台南市 好時你會跟我說 沒有那麼多經費 不過我會記得 我們的子班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土地 也不會很多 也有存很多 就從高分子來說 也一百個 才有考量在這一點 請教 你這青年住宅 是只有祖 還是可以買的 來 我的調查裡面 青年住宅 就是 我的調查裡面 我跟你講 合一住宅 離我們的 合一住宅 我不知道這會正確嗎 有信手機長 你這個青年住宅 可能是要給年人 但是你這個主體是 只用租的 還是說我們可以賣 如果 因為台北 台北 台中 和新北市 他們現在在推動的社會住宅 只能租 不能賣 如果可以租 我也覺得不一定是賣 現在 年輕人曾經 很多台客 跟我說 日本人也很賣 買家 他們買不去 他們也會做家 但是最好是買回來 合一住宅 現在住宅 可以 我知道合一住宅 可以出售 市價七折 那我們的現在住宅 有七十棟的使用館 七十不夠了吧 這一點是一個建議 因為我覺得 年輕人 現在中下階級 非常的多 有信手你也知道 你等我講完 你站起來 機長我記得 你記得回答 你也是用心的結論 所以你 趕快回答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不曉得 我的調查是這樣子 但是我看到 年輕人的反應 年輕人就說 我不結婚 因為我生不去 那我沒有繁殖 我買不起 是不是我們 台南市 我一直在想說 留住年輕人 留住年輕人 這也是我們的社會之一 年輕人有競爭力 未來的經濟才比較好 所以這一點 我想說 做一個建議 有機長你站起來 要說什麼 簡單 因為我也剩十幾分而已 簡單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 目前社會住宅的部分 因為他的那個 他的這個整個政策 租金起來 會比現在的 我們已經有的租金補貼政策 還要高 所以變成說 如果去推在台南 因為台南 你補一國補助多少 一國補助三千 所以我們台南市 你一國補助他去找房子 對不對 三千 你三千 你是要怎麼做房子 所以他就要報告 我如果去社會住宅 我差不多一個月 也要收七千 他今天有三千 以台南市的租金水準來說 那你不要蓋社會住宅 你可以蓋合宜住宅 所以自己做報告 合宜住宅 他可以買回去 他祝福 合宜住宅 其實並不是祝福 他是相對來說 祝福 但是過去 那幾年為什麼 搞不好 變成大家又走不下去 因為馬上就會被炒作上來 這樣子喔 因為馬上就炒作上來 機長 不然我們這樣簡單 不管說你對我回答 跟我的見解力是不同 但是我重點就是說 那你私底下書面給我一下 你怎麼算法 你怎麼算法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我很多問題要問市長 其實我說一個議員 是要讓市長跟我們的官員 對市民有一個交代 為什麼 大家媒體都看得到 你們 你們怎麼努力 你們怎麼去做 市民看得到嘛 所以 機長 至於我說的合宜住宅 跟現在住宅 還是你說的那個社會住宅 沒關係 我們來做一個探討 你的把書面給我 我更了解一下 我是想說一直 因為我想要把台南市的 年輕人撈到的 不要一直外語 所以自己做報告 我希望台南市的經濟 才更好 是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因為市長 很明顯 只是說 我們大概選擇幾個方式 就是同步 就是 我們把一些公有的閒置房舍 優先來做修散 整修 那給有需要的 第二個就是說 未來當然還是會挑選 適當的地點 就是說不要去造成說 未來我真的去用合宜住宅 蓋結果馬上又被炒作起來 那如果用租的話 也要尋找適合 不要說 選了地點 結果他們不會來 因為有租金補貼 你說如果的話 因為我是少年 如果我是少年人 我也不愛做 我也想要買 但是你看 分期更長的就好了 我們政府貪金人 附資我比較低 這個是 我也覺得 從這個方向來著想 市長請坐 市長 這是我的建議 我看到市民的事實 你會知道我一句話就好 其實高雄市跟台南市 都回到一樣的問題 社會住宅都是因為 我們租金都比較少 本身市民的租金 本來就比較少 你去社會住宅 你只要7千塊 每個月要7千塊 因為他如果沒有去住 社會住宅 他一個月可以領三千幾塊的補助 所以他是這個上 在台南市住宅 或在高雄住宅 他大概用三四千塊 就可以租到 市長 我認為這個比較不實際一點 我是覺得說 有一個成家利益 就是說 我用賣 要怎麼去 市府要怎麼倒三天 要安居樂業 其實是康貝最重要 對啊 但是你把安居樂業 要怎麼有 台南市的經濟好 我們的台南市經濟好 陳議員 你一開始說的 要我們一些重大建設 都已經在做了 尤其是來兩個三頁 就是綠能科技層 跟國際影城 一個是代表科技 一個代表文創 這未來 和台南市的三頁的價值 都會非常大 所以年輕人 他有頭路 有收入 我想有很多問題 就可以改觀 我也是希望這樣子 那在於很多問題的話 你把薪水25K 我們做這一個 我覺得我們這個 有探討空間 留住年輕人 就是要給他們的居住 沒有錯 成家利益 安心的成家利益 這一點來 至於 這個問題 長照二點營 我看大家都在說 在這裡 我要關心一下 因為 每個議員的執行面 是不一樣的 像我就要想說 如果在我們台南市 以前 我說我們台南市市長 你不記得 大家都說我對你有夠好 我沒有感覺 其實就是論事嘛 對不對 在你的任期裡面 我們有 你的關懷祭典 我們已經有夠多了 是不是 是 而且我們日間的照顧中心 我們以前二十三間 我們也是基於第一 全台灣數量最多 就才對 那標示說 你以前 就已經落地了 在地落 都在社區裡面 有重心 實際上 就已經開始在落室了 那我們朝戰二點營的時候 我們的期勢 就像社會局長 我們現在目前 其實是三里一個 三外島中心 一個長照嗎 一個巷弄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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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個學區 國中的學區 一個米 就是我們的所謂 這個專賣店 這樣子 謝謝 一個區 就一間 我們綜合的 社府整個長照的 一個規劃的一個 一個旗艦店 好 謝謝 酒精方便 我想這個政策 就是酒精方便 因為我們要推動一個政策 就是讓大家能夠 用得到 不是看得到 所以我在這一點的時候 我只要想說 現在2.0 我們衛福部給這麼大的經費 給這麼大的經費 好像330億吧 不是 大概兩百 第一年兩百多億 兩百多億 有這麼多 衛福部給這麼大的經費 我們要怎麼去做 我不曉得 我們社會局長 整備好了 但我的見解裡面的話 我覺得我們照護人員的培訓 是非常重要的 要有一個烈情 對老人 對一個艱苦人 對白天的人 他要有內分的熱忱 這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現在的培訓人員已經 我們現在都在開始了 開始是都做幾個人 我們現在目前 你服務的七百幾個人 七百幾個 不是預計的一千兩百人嗎 不是 我們現在七百幾個 我們每年差不多目標是一千通 一千通的 每年我們一百空六年 就逐年的一直增加就對了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三個里 一個市的部份 每一間市都要有一個 每一間市都要有一個造福員 這是新的長照2.0才有的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欠的 就是這個部份 我們長照其實我剛才想要 你做報告就是說 剛才你說這個社福利 我們社福利裡面 其實我們的長照 我們的長照是六都的第一 真的嗎 真的 我覺得這樣是 而且滿一度也是 而且滿一度也是 滿一度 對 那可能日子你說的是這個 我們的 其實我們是三百八十間 是全國第一的 我知道 從賴市長的市政裡面 就是那個關懷據點 設計關懷據點的增加 那是怎麼說 關懷據點的這個涵蓋率 剛才我們社福利裡面 有一個涵蓋率 它就是因為 我們要除以 因為百雷管市 百雷管市 它可能一個照顧關懷據點 要去顧三個里 四個里 幾個里 我們這裡就是 我們的目標 本來就像長照2.0 我們的目標就是 一個關懷據點 我們只顧 關心一個里 去照顧一個里 所以我們的涵蓋率是這樣 這樣齁 社會機長謝謝 好感謝 你的回答我聽到了 謝謝 我想大家關懷這點是因為 培訓人員的問題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說 我們台南市 不要說為福祖這個好意的時候 我們還在後面 因為我們以前就第一名了 莊國同關懷這個七塊的 我覺得說 有這麼經費再來 我們經過要做得更好 這一點是我呼籲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 他來了幾個 要好好的計劃 因為增加很多經費 增加很多項目 是不是應該做得更好 機長 你衛福部有計 我們差不多加倍的費用 是 差不多加三億 加三億齁 我希望要的就是說 有這個東西 我們要好好輸贏 不要浪費我們的國家資源 也讓我們台南的市民 能夠有感到 這是我的呼籲 我的建議是機長你請坐 謝謝 市長 是 我也身為台南市民 我看這個問題 你已經讓這次議員我們問到 回答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就是一直很納悶 為什麼核災市民這個時候 在我們經濟最不景氣 東東達東全部多久 任何一個時段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也覺得 你上次有跟我們議員有回答過 福島的食品 絕不進入 市管區 有選擇性 是不是這樣 對 有部分之外 對 那如果我們有常問 麻煩之之意 為什麼我們乾脆就不要討論我們 來為我們整個國家 來經濟來討論 我們應該為台灣來發表 為什麼要討論市管區 我們沒有市管區 都不要有辦法 是政治考量 也有人問我說 那李定會跟小英的關聯 是什麼關聯 小英總統 是都聽李定會的嗎 李定會只要換個屁就像的嗎 我就想真的這樣子嗎 那李定會跟李定會總統無關聯 我們不能 把老的還抬起來 不能把老的抬起來 但是人家百分之不解 就是這樣子 讓人家直接抬起來 因為李定會都說日本 不然我們是怎麼到這時候 我們台灣的經濟通敗 為什麼要來討論這個奇怪呢 因為我們如果是 定義說 WTO的 一個會員 那我們要的 我們不是為了不欠日本 我們是四貫七貫而已 我們這次就是說 因為你說拒絕日本核災食品 你說這句話當然是沒問題的 但是這上 他這次不是核災食品 這次是福島外 四個縣市的部分食品 福島 日本福島 這個地區以外的 四個縣市的部分食品進口 四個縣市部分食品 那為什麼我們 為了擔憂嘛 大家炒到這樣 為什麼我們台灣 就直接說四貫七貫就好了 如果說 但是我們 可以說四貫七貫 我們的標示 別的縣市 只要日本進口的東西 我們都標示得清楚 我們不是既然在日本 我們既然在日本 我也不會像別人說 日本對我們 那個是時空 時代的背景已過了 我們不想這樣 我們要的是現在 如果我們接受了 這個農委會 這個規劃 大概是最嚴格的 就是說 因為美國沒有市場 其實這不是你做主的 這是國家政策 沒有錯啦 因為我們是地方政府 但是你是 你是我們的市長 你要照顧我們台南市民 當然我跟你說 我作為新聞台南市市長 這雖然是中央的政策 但只要不安全 我絕對不會給你 但是有安全 市長 你經常說 什麼 只要不安全 你絕對不會給你 對啊 那我們小營政府 如果讓他們 如果可以進來 你就是絕對也不會給你 對不對 我意思是說安全 我應該就說你的家事好了 就是說不安全 我們一定沒有給你 安全的我們要給你 我們要求書論書 你說到要不是一樣 市管區要選擇性 沒有啦 因為我認為啦 憑哥第一 以福島地區 絕對不可以進來 第二 日本沒有喪事 美國禁止的我們 我們都被禁止 市長 那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的調查是 以縣市16管區 站在座會 16管區 江財政是14 衛生局長 現在16市的市長 有季節 他的核災食品進入嗎 確定嗎 民進黨的三個縣市都沒有簽署 沒有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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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意思是國民黨有簽嗎 國民黨比較愛市民喔 是論事嘛 就是論事 那你意思說我這個調查表是錯誤的 我不知道資料來源在哪裡 我知道 謝謝 市長 我也說 這個是我從 那個 我們網站拉下來的 可是我看到林佳龍的時候 他也禁止核災食品進入 我怎麼說 我們現在不要檢討別人 不管十六管市 還是幾管市 市長 我在這裡合約 如果 能夠 考量之下 如果你 我相信 總統也會跟你們開花 你是不是可以做建源 如果覺得 沒辦法當這個價位的話 我們台南市 你看要有什麼作為 讓台南市對市民對你的信念 這樣覺得嗎 我想你這句話 如果說 你是什麼拒絕日本核災食品 進入台南 你如果說比較安全的 市民就聽比較有了 拒絕日本 核災地區 不安全食品 進入台南 這大家都沒意見 對不對 你意思說 有安全不安全 我們幫助專業去判斷嘛 我是想想說 為什麼 人家說大家為他籌目 是因為 核人這種東西 核災的東西 在福島 市管市集金 大家都會怕 我聽人家說 日本人自己 在他們的食品裡面 標示一個K字 這就是 核災地方的食品 所以他們本國也沒辦法 他還要 有一個標示 讓他知道是 究竟林國 究竟林市 是不是我們 不要讓我們台南 我覺得 這一點我們 全國性的 我們新總統也要去注意這點 為什麼我們本國不使用 一定要在台灣 這是一個威力啦 大家也懷疑 這是不是 政治考量啦 還是我們李總統 給蔡總統說 一定要這麼做啦 因為 他在日本的政府 也有義務 跟這個人 保護 日本人的健康 其實我要說 市長其實我們對日本 也滿友善的啦 非常友善 因為我們的習性 也相同 其實台灣人 對日本很友善 這一點的時候 我不要說 叫你簽署 因為我要說 現在政黨政治啦 我也不要說 如果你簽署 可以在這裡 對 我也不可以跟你說 叫你簽署這一點 我真的很想拿去 但是我會製造你的考量 沒有啦 我意思說我們這樣對話 也說得很清楚 尤其是我們說 比如說你剛才那個標題 拒絕日本核災地區 不安全食品 進入台南 或是進入台灣 我想全台灣的人 都可以接受 為什麼這樣 是不是我們整個黨 已經要做可憐 不是 我意思是你這樣 有一點 沒有完全反應 目前政府 中央政府 所做的事情 你意思說我標題不對 沒關係 標題不對 因為中央現主席所做的 跟你這個看法 或是進政議員 這順的那個內容 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 那我比較強硬啦 我這季節比較強硬啦 但是我是為了人民著想 而且為市長而著想 所以這點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市長好好考量這一點食品 不然也要把關的好事 安全一定是最重要的考量 我們不會犧牲台南市民的健康 這一點請 曾議員 市長 我要知道 因為你這麼回答 我覺得 台南市的市民有點滿意多了 那如果說會更加 比百萬市更加 有這個東西的話 我想你之前喔 那個我們的黑心油 跟那個毒麵粉 你也把關得很好啊 我們去行政院學樂的 沒有 你也把關照我也知道啊 是 大家市民也對你的學樂 只是說這個行政務 這個政策 可以影響你 我也很不願意啦 所以在這一點的區塊裡面 如果 有改變的一天 小英總統要叫你拿手 還是有什麼背書 你可以禁言 你可以反對 我講這種部署對你不一定是賣的 就是安全嘛 市長 市長請坐 來 市長 我想喔 我正頭整個 整個台南市 我們的競爭力 我講到的 社福文教 還有你的施政裡面 經濟環境 整個 我想喔 我們正頭探討而已 除了探討 不是這順元 我希望你來的臨機來啦 不管我們每一年的定期 到所有的議員的經驗 包括我的經驗的話 對市長 對市長 是一個建議 我也希望喔 可以一一把我們的 台南市民的期待 能夠一一的落實 是 這個我們會 我會來加油 好 市長請坐 好 謝謝 甄源 欸 書記長 蘇國長 這可能不是你做任務做的 但是我也要說一下 因為這個喔 陸品的 對啦 6年喔 我們有20年的預算嘛 齁 那我想我們台南市政 我常在說台南 我們的公共這群網 我們的官網 不可能 一定是不貪不出 這我均定的 齁 現在是很透明 很透明 不可能去外交嘛 齁 但是因為我們看到的 陸品專案 我們陸品開60億 20億 6年就20億 那20億裡面呢 我曾經有人給我歡迎 我們陸品專案 為什麼還是那麼不好之下呢 我要說 有一個 給我看 這個是高雄的路 那台南市的路呢 齁 這是我也有去看 因為我們家 這小東路 齁的現況 小東路 我們大灣交流 都已經有一個出口了嘛 南下 齁 我們外觀市 對於我們這裡 買的小東路 出力的機會很大 他也是代表我們台南市一個門面 齁 我在想這台水田局長 不是你的任期裡面啦 但是 我們這個路面這樣 我希望說齁 我們的陸品專案 每年都有邊境會嘛 如果廠商報 這段陸品專案 要嚴苛的 嚴苛的審查 嚴苛的審查 我們如果要完工進行 一定要好好的 不可以讓他隨便通過 因為我們陸品專案 我要說八百錢 我們就主要比較壞 機長 這我不是在見過你 這我是做一個建議 市民的歡迎 剛才有這種執行 蘇機長 是做一個建議 林工 我們的預算 陸品專案的時候 路一定要批他 要怎麼批評八百錢 不要輸人 齁機長 包括鄭議員 對陸品專案 我們目前都是相當嚴謹 限制 營收完成以後 在這個三年之內 我們都還有保固的這個期限 保固的 再給一分鐘 我問一下 而且我們會 會同證再去抽營 不合格的話 還是請他再做 這樣嗎 可是小東路這個重複一次了 小東路這已經 我已經了解 他之前有修改過一次 修改一次還是這樣子 修改一次還是這樣子 這不是我們做得不好 有可能我們把關料不太好 所以這點的時候 市長 這已經開了 這是公堂 齁 市長你要回答嗎 陳宇宏 你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的路頻專案 是國管局都來學習 這樣嗎 對 我們比 比腳的標準 是高速公路那種標準 要1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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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高 第二點 我們和地檢署合作 就是我們的招標都公開透明 市長 所以不會有那種違法的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市長你可能有什麼意思 我剛才說 我們台南市政府 絕對不可能 不談不談 不談不談 好 像這個地檢署 在我們 這個做完之後 他會用不特定的時間 然後到不特定的地點 通知我們 他會取樣 專心取樣 然後去看看到底做得夠不夠標準 你剛剛這個小動路這個 不是不是 曾遠 你是101年9月完工 我們驗收的時候 認為他做得不夠好 我要求他重鋪耶 那個是他的錢喔 不是我們市政府在花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驗工 驗收嚴格 當我發現 這個是我親自要求的 我們 我們請 好 曾議員你的這個陸屏專案 除了剛剛書局長跟市長跟你的回答 那還有一些疑議 我們再請書局長會同曾培亞議員 來做一個明確的說明 給市民一個交代 那我們非常的謝謝 我們曾培亞議員所做的市政總質詢 那我們現在休息到10點30分繼續開會 那因為本期有一些事情 包括我們郭富議長 也因為時程上沒有辦法代理來主持大會 待會兒由宇維運議員代理主持大會 謝謝大家